我現在做一個這個用那個開一下計算機 就是開Google的計算機就好了 那個我首先喔先做一件事 這個是225除以5 算出來是這個樣子 好你們有沒有覺得 如果說用這個5算出來的這個 這個5的樣本很明顯是比100的樣本比較還來的大 那它有沒有算是很接近這個45 還很難說 那算是說比起那個100個樣本的狀況 它算是很接近 好那100的時候 如果是225除以100是多少 2.25對不對 反而是這個100的時候 這個變異數是比較接近那個 原來的母群變異數除以這個100的這個數值 然後這個標準差因為是變異數的開根號嘛 所以你們可以把那個2開根號 它等於是就相當於是那個15除以根號100 也就是除以10大概是11.5 然後這個應該是15除以根號5 大概是多大概是大概會是我看一下 225就是15除以QRT 5的話 它是6.7 它跟那個5.4比較接近 如果說是15除以根號5的話大概大約是6.7 跟這邊的這個standard deviation比較接近 然後這邊的話是很接近那個 那個15除以根號100 也就是1.5有沒有 好 我現在給各位看的就是 標準物的正面目 標準物還有一個正式名稱 也就是你們看到選單 以这边来说你要跟2.25去做比较 它这边是没有意义 它这边算这个standard error of mean 这个状况下算出 算所谓的标准物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在这个状况 我在讲一下因为刚刚没录 就是在这个你一次实验 你是确认你是从一个已知的母群中 抓出来的这个样本 算这个standard error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是说你是有做好几次实验 每次实验 你用每次实验的平均值去算的这个standard error 才有意义 好那这是什么意思 是 感谢观看